好的,我现在用这个经文,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和使徒行传一章八节,用这个经文来写一个讲章,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讲到,就是耶稣应许他所做的事,我们也要做,信的人也要做,并且要做比较更大的事情。 然后使徒行传讲到,耶稣应许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,你们就会得到能力,在全地做见证,在全地做见证。 好了,从这个经文我们看到神什么属性和恩典呢?因为这是这个属性和恩典鼓励我们,神的属性是什么呢? 这两个经文都是讲到能力从神哪里来,所以我们要讲神的能力,不是讲后来可以讲别人做什么,但起初所讲的是神的能力,这是神,耶稣有这个能力,在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做了很多神迹提示,也改变很多人。 他其实他呼叫门徒的时候,很简单的,来跟随我,差不多就跟随他了,很简单的,就是他对人说的话,就改变人的生命。 他有这个极大的能力,所以我们就是从整本圣经和这个经文找出神的这个属性,就是这个能力,他这么大的能力。 然后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,我们就说,哇,你的能力很大,但耶稣说,我要将这个能力也传给你们,所以你们能够做很大的事情,而且可以做比较更大的事情。 所以就讲出神的心情,他很想我们,我们也有这个能力,他这个能力是传给我们的,他有这个心情,他要分享,有这个分享的属性。 然后,恩典是什么呢? 他就是信,传递给信的人。 首先我们要明白信这个字,因为很多人说,我信耶稣,我当然信耶稣,什么也不做。 这个信不是信,这是头脑的信,头脑的信耶稣,不是真信耶稣,信耶稣是让耶稣接待耶稣,凡接待祂的就是信, 他们的人,他就吃他们权柄,做神的儿女,所以这个信是接待耶稣做我的救主,做我的主人。 这些人让耶稣在信中做王,接待祂在信中做王的人,神就应许将能力赐给祂,祂可以做极大的事情,甚至比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更大的能力。 这个是很大的应许,就是说,基督徒能够做伟大的事情,我们都可以做伟大的事情,信人都可以做伟大的事情。 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,就是不能想象的,可以领受这个能力。 然后在使徒行传一书八节,就耶稣讲出来,就是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,圣灵不需要停留在天上,祂要降在你们身上。 然后你就得着能力去传福音到地区,没有我的能力你不能做,你有我的能力就能够做出来。 所以这两个经文都讲到神的能力,能够赐给我们能力做伟大的事情,祂也愿意去做,愿意去赐给我们,但我们有信靠主的心。 借待耶稣做我们救主,做我们主人,祂就会在我们里面做伟大的事情,也给我们能力去传福音。 这个是属性和恩典。 我们怎样能够说的时候,让人看更有感受了,我们要说的时候,让人有感受。 刚才我所说的,形容出来,就是说,我们在,人在看到耶稣在地上所行的神,就觉得很奇妙。 祂所做的伟大的事情,很奇妙。 甚至叫凤浪停止。 做很伟大的事情,改变人的能力,非常的伟大。 这个,好像在地上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做到这个事情。 但,我们想到这个应许,就是说,我所做的事,你们也要做。 所以我们有这个信心的时候,说神啊,到了时候,在某个情况,当我们与你有亲密的关系,而且在这个情况需要行这个神迹,我们也可以相信。 首先,我们是操练在异常生活里面,都相信神能够使用我们做伟大的事情。 我们就能够,好像耶稣这样,行这样伟大的神迹。 用福音书,形容耶稣的作为,来鼓励,来鼓励人,我们也可以得到这个能力。 要传福音到地级,这个可能,看来就不可能的事情,但神就是用历代的基督徒,传福音给,去到地级的地方。 而且很重要,这个传福音是圣灵充满的人,其实传这个传福音到世界,最重要是19世纪开始的,这个19世纪的这个宣教运动。 然后在20世纪就有圣灵充满,圣灵充满之后,这个很多宣教人都是在神迹期许中适奉的,他们去到很多地方都有很多神迹期许。 这个是神应许我们的,能够有更大的能力,不但去传神的道,圣经里面说,神迹的目的是什么?正式所传的道,正式所传的道。 所以,神迹是配合神的话语的,去支持神的话语的。 好了,刚才去讲到恩典,现在我整个道讲一次,反面的例子,正面的例子。 耶稣允许我们可以做伟大的事情,但的确很多人觉得很没有能力。 他们觉得改变人的生命太难了。 我告诉你,我以前也觉得很难,我以前发觉,我没有经历圣灵之前,我带领人信主,我觉得容易一些,但带领他们爱主,愿意侍奉神就很难。 在我没有经历圣灵之前,我不记得有带领谁进入侍奉。 但当我经历圣灵,看到圣灵的能力,神这个能力非常大。 很多人祷告就经历很大的改变,很大的安慰意志,看到别人也非常改变。 就有不同人愿意侍奉神,这个是我觉得非常奇妙的,这是正面的例子。 反面的例子是很多人,没有神的能力的时候,就是讲神的话语的时候,也需要神的能力。 但很多人讲神的话语的时候,都是一种道理。 我们不去讲道理,我们讲道理,也讲神,神是怎么美好,是神的美好改变我们。 但原来只是讲道理的时候,力量就不大了。 好了,这个是刚才我所说的反面例子和正面例子。 这个属性和恩典,我现在再讲一次,因为这个讲道,其实我会继续这样讲下去。 很多人看到耶稣在世上所行的神迹,觉得很奇妙,很有能力。 有些其实在世界上都没有人能够做的,但有些的确有很多人能够做的。 疫病赶鬼,很多人都做。 叫死人复活也有人做。 但叫风浪停起,我没有听过。 但耶稣说,我所做的事情,你们也要做,信人也要做,所以我们可以抓住这个应许。 神啊,我愿意更多在你的能力里面,有你的同在,常常在你的同在。 因为神兴许了,神的本性是充满能力。 祂的恩典,神对我们做了。 祂愿意将这个能力赐给人,但赐给谁呢? 赐给信祂的人。 这个信不但是信耶稣做救主,而是接待耶稣,让耶稣掌管我们的生命。 与耶稣有亲密关系的人,就有神迹持续随着他们。 就好像在使徒行传,我们看到有些人与神的生命有很强烈的关系,他们就有神迹持续随着他们。 所以神是让这个能力应许赐给所有信靠他,与他有连接,有亲密关系的人,就越来越有能力。 这个是神的应许,所以我们可以抓住这个应许。 但我第一次,我经历圣灵之后,为人按手祷告,他们经历神的能力,我非常的惊讶。 因为是我经历圣灵之后几天的事情,就马上看到人的改变。 然后后来也看到一句,我觉得很奇妙。 我从来没有想过,为人祷告马上有一句的,我从来没有想过。 这个就给我很大的鼓励,我希望我们有看到神这个应许是证实的,真的可以有神的持续随着我们。 信靠他,与他有亲密关系就可以得到了。 所以这个恩典就是他应许赐给所有信靠的人,而且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,我们就得到这个能力。 神愿意传递给我们,神不会留下他的能力给自己用,他向这个能力赐给我们,让我们应用出来,就是为了传福音像,为他做见证,这个是恩典。 好的,留意刚才你们写作业的时候,有些人写就是说,我要依靠神,我要亲近神,都是律法。 刚才我说的是神的作为,有没有留意? 我是宣然神的能力,神的恩典,神愿意赐给我们。 所以你当时写我要信靠神,这个是律法,是我们做的。 好了,这个提醒和警告,有些人他们生活,基督徒生活没有力量。 有些人说,我很枯干,没有力量。 有些传道人也有一种星期天惧怕症,星期天要传道了,很惧怕,没有力量。 因为没有神的力量在他们信中运行。 就是与神的关系带来神的同在,神的能力。 因为很多人以为预备讲教就是写讲教,就是写思想,但是用思想,没有用与神的关系。 如果是我们用与神的关系的话,神就会给我们力量。 所以这个警告提醒就是说,我们的生活,我们的一场生活,我们传福音是不是用神的能力,有神的同在,还是用自己的方法。 例如有些人说,很难不吵架,没有力量。 吵架的时候,里面的路气很大,这个情欲的力量很大,所以不能得胜,就觉得没有力量。 传福音也没有力量,因为自己没有平安喜乐,不能影响听人。 如果我们里面有平安喜乐,听人就觉得,有耶稣真好,这么奇妙啊。 所以这个提醒,我们需要神的能力。 好了,如何,最后谁,如何呢?如何有这个能力呢? 首先,我们需要处理这个垃圾了。 有什么拦阻我们有信心呢? 很多人就说,现在没有神迹其实了,或者是思想上觉得,神太远了,祷告好像神没有听,所以要得神的能力太难了。 但其实他们是没有看到圣经的应许。 圣经已经说了,已经说了,信的人必有神迹,谁叫他们? 信的人,我所做的事,信的人也要做,并且要做比较更大的事情,神已经应许了。 神已经应许,藏在他里面的,他就藏在我们里面,我们就有能力了,我们就做这些果子了。 所以,这个应许是什么?能力从神那里来,藏在耶稣里面,耶稣就藏在我们里面。 如果没有藏在耶稣里面,但是用思想的话,但是用我们生命的一部分,与神连接,这个连接很弱。 圣经说什么? 尽心,尽心,尽意,尽力,爱主你的神。 什么意思呢? 整个心灵就爱神。 神啊,你证明啊,我整个心灵爱神。 尽心,其实原文是尽整个灵魂的。 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爱神,尽意,我的意志就是爱神,我的,我立即要爱神。 能力,我尽所有的能力去爱神。 我用一个比喻啊,如果你们有打乒乓球的,你知道有普通打乒乓球是这样的,用手啊。 但如果人打乒乓球很厉害的,用整个身体,用这个脚,然后这个乒乓板好像在地上,然后打起来,哇,力量很大。 这个是他们真的尽力,那我们亲近神有没有尽力呢? 神啊,我需要你。 耶稣,我感谢你。 你真美好啊,耶稣,我知道你住在这里。 我放心,我信靠你,你必定在这里。 去整个心,整个思想,认同神是最美好的。 整个意志要爱神,整个感情,我们的魂包括,包括思想,意志感情,整个思想,意志感情都爱神,神是我的一切。 所以我尽力去爱神,我全心全意爱神,这样的话就越来越尽力神的同在。 其实你投入祷告几分钟,也会感受神的能力。 越用时间亲近神,就越有能力。 所以除掉这些垃圾,以为神不能做大事,或者是觉得亲近神不重要,或者是里面有一些抗拒,有什么对神的话语的抗拒,或者是对神的持续,神迹持续的抗拒,我们都需要处理。 在里面完全的说过神是最美好的。 然后,信进神,怎样有力量了? 整个心灵,思想,意志感情,和我们的灵去爱慕神。 用长的时间,就好像整个灵魂去爱神。 神啊,我爱你,我信靠你,我仰望你,你是我的生命,整个灵去爱慕神。 然后,实际上,怎样做了? 实际上,就是,首先,每一天都有更长的时间,亲近神,也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,也同时亲近神。 你做饭的时候,洗碗的时候,都一边想着耶稣,啊,美路呀,感谢天父,赞美天父,学生美好。 整天都是在这个状态,在神的同在,也相信神赐给我们能力。 所以,我们就放心为人祷告。 没有放心为人祷告的,很难看到神的能力。 当你放心为人祷告,你会看到神的能力。 与我同时经历圣灵的,有很多人,很多平信徒,也有很多牧师传道。 但很多牧师传道,没有放心为人祷告。 因为他们怕什么呢? 他们怕祷告之后,没有后果,没有改变,所以他们就怕了。 而且我会问人,啊,祷告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尽力啊? 然后,祷告有没有什么改变啊? 为什么呢? 我是为了他的益处,让他知道,你祷告的时候有平安,轻松,喜乐是神来带来的。 但我不会给人压力,你有尽力,感谢神。 没有尽力,不要紧。 或者有些人不能说出来,我就说,你心灵肉体有没有什么感受? 你有的话,就是说神与你同在,神在帮助你,陪伴你。 那你的心里面就有,就知道神真的在陪伴你,每次祷告都进入这个状态。 我这样问的时候,我发现很多人都有尽力,就帮助这些人进入神的统战,也帮助我为人祷告。 我就看到越来越多人尽力圣灵。 很多奇妙的经历,我都在圣灵中看到,这个就是放胆去做,也就是寻找机会去做,放心去做。 虽然有些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,但我还是继续去做,继续去做,神的能力就越大了。 刚才我所说的是,就是怎样有这个信心,抓住神的应许,我们都可以有这个能力,然后应用出来,应用出来就将荣耀归于主。 然后有信心继续去做,也训练人告诉人,你也可以这样做,你多尽尽神,你也可以有这些神迹继续,这样就会更新人的能力,有更新人的生命。 他们也会看到他也有能力,其实如果你的教友为人祷告有尽力的话,分享的话就会鼓励人的。 我们的教友很多都有分享的,很多分享为人祷告有什么尽力啊? 这个就鼓励他们,里面也有神的能力,就鼓励更多人都被神使用。 那你们愿意吧,你们愿意行在神的同在,神的能力之中,相信,而且进入神这个超自然的领域里面,可以被神大大使用。 就是刚才我用这个方法,讲出人的反面利子,正面利子,神的属性和恩典,提醒或者是警告, 然后如何醒出来,这样的话就很实际的,讲出的道都有目的。 听人就听到一个信息,我们就可以改变的,我们可以有这个能力的。 《尽力尽 movimento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